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 截至目前中石化黄维疏油管线 暴燃事故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为55人 失踪9人 受伤166人 其中30位轻伤者已经出院 现在在医院治疗的人数为136人 而在昨天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专程赴青岛 看望暴燃事故伤员和遇难者家属 习近平表示 对这次事故要抓紧调查处理 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习近平指出 各级党委和政府 各级领导干部 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他又要求山东省和有关部门 企业 组织力量排除险情 千方百计搜救失踪受伤人员 目前 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由于部分燃爆区断的场面复杂 且尚存可燃气体 影响清理进度 据了解 目前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已经到位 开始调查事故原因 今天上午 国务院调查组召开会议 通报了调查组组成人员名单 由国家安监局局长杨栋梁担任组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担任组成人员